给大家展示一较粗状的双腿 我肚子上肥肉特别多 那一抓一大半 天爷 忍不住了 就想吃这个腌鸡蛋 酸水 花生碎 辣椒 一天做了那个凉面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问我那怎么做 因为是都说特别好吃 所以我今天再来做一次 先拿这个水 把意大利面给泡上 这个超级简单吧 提前一个小时泡上就行了 现在它是黄黄的 待会等泡上了水 它就变得白了 现在已经是早上的时间十分了 今天我就先跟着这个教练 做一组没有这种跳跃啊 也不需要任何细节的这种 Hit大概30分钟 然后我自己来加练就好了 OK就这样我们开始吧 我的天啊 是即使是级血 它是级血 就这样中的层面 你现在弄了 有些 viol making 我自己来掉 变得级血 这样子 这是什么 你自己来的 老公 老公 耶 棒棒的 这组动作是不是还可以 就是没有那么那么的难 然后 现在我这显示的是30分钟 消耗了329卡 当然很多人怀疑我这个热量的计算 但是我也没办法 给大家一个数字方面的那个解惠吧 所以就只能拿小米手号 然后这上面 由于我的体重优势显示329卡 反正我觉得这套动作还是挺友好的 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由于它动作慢 所以我能好好的体会每一个动作 它做到呢 这话好多呀我 那开始第二组 Drop Set 做完这个真的是太累了 跳点以为自己都坚持不下来了 不知道为啥今天这么累 可能是我动作标准了吧 给大家展示一下粗状的双腿 在这放松的状态下 泡肚子完全都弄不出肥肉了 超级硬了 都没有那个啪啪的什么 或者蹦蹦的什么 不过我肚子上肥肉特别多 然后你抓一大把 哈哈哈哈 加油 好 现在做特了吗 哦 断 哦 就做这啥这样啊 是逼迫我换这个终极的 我还说呢 那个那么薄肯定哪天就断了 就卖到今天就这么断 被我弄断了的绳子 大力出奇迹 809卡一个小时32分钟 那么看这个就是今天 上午我泡好的面 它现在已经泛白了 我现在把它煮10分钟就好 需要复理的东西是相当的简单 四瓣蒜 圆白菜 大葱 花生米 一瓣蒜拍一下 然后我把它切成末 切一点就够了 切成末 有一百克 一百多吧 花生米也免碎 蒜也要拍碎 加一些盐继续 然后放一点点清水 这个蒜水就做好了 圆白菜切得越细越好 底辣里面好了 盛出来过一下凉碎 把刚才的这个 南白菜进去烧一下 把面炒出来 把面炒出来 把菜放进来 弄好的这个蒜水 花生碎 散在周围 盐油 酱油 老抽 盐 盐 糖 醋 醋 辣椒水 辣椒水 一点点味精 辣椒水 辣椒水 香油 参花 芯麻 热油泼一下 开水下锅 六分半 酱油 蒜 鸡花辣椒 芝麻 花椒酥 煲好的鸡蛋下去去 腌上一天应该就可以吃了 盖上盖放到冰箱里 今天的午饭 一个鸡蛋 然后一点圆白菜 还有一些生菜 还有一个菠萝味的零脂酸奶 到实验室了 现在两点到四点 我先上一节课 从四点开始要跟老师开课会 写一份报告 回家编试品 吃饭 晚上去泡泡酒 感觉自己特别饿 回家待会得吃点东西 我随着曝光 下午我联系了一个朋友 他帮我介绍了一个律师 所以我回家给他打个电话 看看我这个事情怎么办 晚上忍不住了 就想吃这个腌鸡蛋 所以今天晚上就是吃一点辣白菜 一点生菜 一个鸡蛋 然后中午没吃掉的这个红薯 晚上我也给它吃了 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所以今天又来一个稍微圆的地儿 跑一下步 OK 就这样吧 加油 跑大一点 天液 天液 路遇一只小猫猫 还跑掉了 又跑了一身的汗 天液已经黑了 有点累 晚上23点23 喝一个医生菌 然后再捡一只根链食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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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 这个 就是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